台东县儿童主题乐园在台东美术馆前 24号是正式的启用了 未来除了成为台东县的新地标之外 也希望能够提供一个亲子共游的场所 县长夫人陈林彦特别前来参与了启用的仪式 也希望儿童主题乐园 未来能够提供台东小朋友们一个玩乐的地方 台东美术馆儿童公园游戏器材 新建启用典礼 羡慕提供优质的游戏环境 安全的亲子游乐空间 台东县政府花费500万给可爱的孩子们打造一座 符合国家标准游戏器材 在今天正式落成启用 由四维幼儿园小朋友同趣舞蹈 热闹开场 县长夫人陈林彦 也被这些小朋友的童言童语 逗得哈哈大笑 带动县场气氛洋溢着欢乐 我的第一个愿望是 希望可以赶快玩那些游乐食物 马上就可以实现了 马上就可以实现 还有呢 我的第二个愿望是 希望下次的生日赶快来 就是还要再一步就快来 胖哥 加油了 好 第三个呢 第三个是秘密 秘密 对 好 谢谢敏睿 我们一起切下蛋糕了 来 敏睿切蛋糕 你的愿望都会实现 活动有特别于会中举办庆生会 由陈秘书长 现场夫人 切下三层蛋糕 所有贵宾及小朋友 共同庆生许愿 象征儿童游戏场 赋予孩子无限之想象 带动现场气氛揚溢欢乐 我们真的很感恩 这个儿童的这个蛋糕主题公园 游戏器材完成了 可不可以拜托可以生的 再回去再多生一个 秘书长我这样要求没有过分嘛 对不对 笑一笑 那个台东最欠的就是宝贝 就是这些宝贝 所以请各位校长也 回去努力宣导 年轻的家长们 那我相信家庭教育中心 这也是福音 我们有这块新的小朋友 可以来到的地点 今天就让我们欢喜快乐 每一个人都时光倒退 都当一天的儿童 好不好 所以拜托大家要可爱一点 跟天上的阳光一样 我们待会要跟小朋友一起来 来玩一些游戏好吗 我们让我们这个儿童工人可以整个活了起来 上帝祝福你们每一个人健康平安喜乐 我爱你们谢谢 幸福一直期许能为台东的教育环境带来创新 更优质的品质 举办这场启用典礼 台东美术馆儿童工业 希望能激发孩子的探索潜能 亲子游乐的场所 作为我们对台东下一代的教育 提供民众完整的休闲亮点 东台新闻 越南州的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